所以開賽前兩棒至少一位能夠站上壘包 接下來打擊輪到第三棒的吳傑瑞 繼續擔任球隊的指定打擊 不過吳傑瑞盡況真的是相當的火燙 看到他的打擊率已經是來到了3乘7-1 在復出之後呢 連續七場比賽有安打的表現 中英兄弟今天當然讓思琦下來陣守左外野 所以長子豪今天也是算輪秀 就看比賽的後半段會不會以代打的身份上陣 現在的選手輪秀好像是 是一個非常的常態吧 應該是這樣講 誰出賽的多然後有點累 比累就有人可以替換 對 因為以過往來講的話 連續出賽其實是職棒選手 或者說在職棒裡頭 那大家蠻關注的一個重要的記錄 對 沒錯 所以過往有很多鐵人封號的選手 都是因為這個連續的出賽場次 能夠拉得非常的長 對 似乎一整天要看他們休息一天 好像蠻困難的 而且可能是連續好幾年 都沒得休息 當然這樣的情形在近代棒球來講的話 也是比較強調 適時的會讓選手休息一場 那不見得說不會比賽 但是有可能是不會在先發裡頭 對 所以講究訓練 比賽 休息 甚至營養都會放在裡面 這個概念裡面 當然是現在的棒球 或是任何的職業選手 可能都是 會有這個概念在裡面 所以休息變成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課題 等一下好意外 目前紐維拉對戰無杰瑞 取得球數上的領先 再度回升千之一壘上的林安可 其實現在很多職棒選手 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也會談到休息 對他們恢復的重要性 那特別是年紀越長的一些選手 他可能會需要 更多讓身體去喘口氣的這個空間 對 變化球進來 拿著沒有出榜 吳祐瑞自己騎到啊 不妙 只能立著棒 只能讓他究底試了 找到三陣 這個應該是一個滑球 不過他的滑球有一點 縱向掉下來的這個 反而比較多 水平的這種合影比較少一點 那麼還蠻特別的 吳祐瑞的反應開始認為 這個球會非常貼近身體的內側 但最後是掉進了好球代理 對 應該比較貼切應該說 他是一個滑球球 還比較正確一點 旺瑞做得夠完整 嗯 他反而比較中間的位置推打進去 而不是硬拿 這個如果硬拿很容易形成滾地球 好 旺瑞是一出局的 現在二三壘還有跑者 打擊輪到了陳崇廷 昨天的比賽是以代打的身份上陣 今天則是擔任先發的三壘手 因為同意也讓陳雄基 在今天是從板凳出發 哇 臭棒了吼 敬蕾的角度夠刁鑽喔 陳崇廷現在領到了第二個好球 一層9.4的打擊率喔 當然陳崇廷還必須要克服在一二軍之間 這面對的投手層級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要解決這個球路辨別 也還有回空率比較高的狀況 嗯 也被掉到了 這個球第三個好球出現 高宇傑球傳一壘完成了三陣 他是揮到一個壞球 劉威拉跟高宇傑很清楚喔 這個打擊 低角度的球路對陳崇廷是有效果的 對 這個反而有一點類似他的卡特球 或者是說速度比較有的那種變化球 剛開始那種這個比較縱向的這種變化球 是曲球 那這種是滑球 那如果第一個那種比較縱向的是滑球的話 這個應該就是卡特球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好 周思琦 相隔四個多的時間喔 再度開砲喔 在周季主場集出了個人本屆的第三轟 也幫助中信扳回了一分 也要讓紐威拉知道 今天隊伍的火力啊 還是有在輸出的 對 自己 之前自己要多撐著 也許撐個四五局吧 因為第六局說不定就會有比較好的發揮了 三局上半 吳傑瑞是統一的守平打者 對啦 這個沒跟上吼 這個樹球 兩顆球都拿到了好球術 這個偏差蠻多的 投完球之後也看了一下自己的手 哇 幾乎在進到本屆之前 很長的一段距離就先落地了 對 對 地瓜挖的蠻大的 這個變化球也沒投進 想要再試一次 讓吳傑瑞等到了兩好兩壞 今天第一次上來 其實紐威拉就是用一顆變化球 讓吳傑瑞定在打擊區 K掉了打者 直球走外側 吳傑瑞沒有出棒 連續兩根打擊 都遭到了三陣 這是紐威拉堅所投出來的第三K 應該是一年之間吧 這種球 外角低的位置 大概也到 跑球帶的極限了 對 有時候就是很難講 真的很難講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比賽來到五局的上半 在前一個半局靠著王勝偉 集出了職望生涯 第1199隻安打 也帶有1分的打點 讓中信追成了3比3 所以沒有讓紐威拉等到中場休息過後 4局完 讓現在 這場比賽又回到平手的局面 對 而且1分1分的追 結果把他追回來了 那統一是一下子打3分 兄弟是2 3 4 各搶1分 對 那現在也看紐威拉能否延續他的壓制力 嗯 5局上半 統一要輪回到第一棒林靖凱的打擊 前面4局統一七支安打 前面4局統一七支安打 中信也剛好是打了七支安打 外側的變化球讓林靖凱揮空 嗯哼 他的變速球 他有一點無爪 這是說 他的 也是比較直墜式的 就是縱向的這種變速球 他沒有位移的 跟瑞安就不太一樣 對 瑞安投 兩個變速球確實不一樣 第三個好球出現了 提前落地 我高宇傑這次適時的處理起來 讓紐威拉投出今天的第四次三陣 對 這個球 雖然投得非常漂亮 但也要補手配合 把它擋下來 因為它揮了一個空棒 你看它的滑球有點直 最適合 但是你看它 最後要讓你揮空的這個直球 是速度比較快的 壓得比較低的位置 對 雖然同樣都是滑球 但有一個比較快速 一個比較沒有那麼快 速度那麼快 再放著好球彈 對 但回到就有兩種運動的方式 對 光是 它的滑球就有兩種 面對林安可 先用直球拿下了第一個好球速 這個變速球了 在南韓舉行的U-18世界盃 當然中華隊昨天是打敗了澳洲 所以 再加上 地主韓國隊是 打到了突破江群志戰勝的日本隊 嗯 所以今天只要中華隊 能夠打敗加拿大 就確定能夠晉級到冠軍戰 這個是 第三個好球進來 林安可沒有出棒 被拉掉了 對 你看這個它放在它的外側 但是弧度是比較大的 這種 這種滑球 所以從慢動作 或從破的動作再來開始 跟前一顆讓 林安可揮空的就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它就放著稍微高一點 但是 弧度有稍微大一點 那如果它要讓你揮空 讓你 又打著微高 它放的角度比較低 但是下墜的弧度比較小 再來打擊輪到吳傑瑞 前面也有唱到紐威拉 變化球的苦頭 今天兩個打擊都遭到了 對方投手的三陣 它沒有掉到 因為它投的比較偏離好球帶 沒有好球 兩個壞球 這個 後風向的速球塞進來 要兩壞 對方投手 嗯 這個 放在外側是適縫線的一個速球 這個吳傑瑞也沒有跟上棒子 一般其實我在當投手的時候 也是這樣界定 我 外側的球 右打者外側的球 我大概適縫線的速球 只要我右打者的那一側 我一定是二縫線的速球 所以有點深卡的這種軌跡 再來這個面化球 讓打擊的吳傑瑞揮棒落空 遭到三陣了 今天吳傑瑞的前三個打息都被K掉 好 在五局上半 紐約拉 連標3K 使得中方的比分 保持3比3的平手 沒有錯 前五局來講的話呢 被擊出了有七支安打 當然當中對他產生最大的傷害 是出現在第二局 三支安打 當中有兩支長打 再加上一次的保送 讓他就丟掉了三分 沒錯 六次的三陣跟兩次的保送 今天兩隊其實先發握手 拿三陣的能力都還蠻不錯的 是 尤其柳薇拉大概 投過三局以後 他的狀況比較穩定了 他四分就不會這麼 所以一下子就來了很多分 有時候有點可怕啦 假設一局是一分 我會覺得 教練團的反應會比較有時間 那一局裡面有爆 爆掉幾分呢 就會比較難掌控 前兩局 柳薇拉一共是面對了 十一位獅隊的打者 但是三到五局來看的話呢 只面對了十個打席而已 也有兩次的三上三下 嗯哼 六局上半 蘇智傑要率先上場打擊 今天統一是呢 前五局七支安打 比較可惜可能是在一局上半啊 兩支安打 但是 因為跑壘的狀況啊 所以沒有辦法在 一開始就創造出得分的效果 嗯哼 外側的變化球讓蘇智傑揮空 再來一個變化球喔 蘇智傑又回了一個框放 所以紐薇拉是連續三陣的四位 失隊的打者了 對 還是比較外側的一個變化球 但喔 這滑球它就放得很低 它角度不是非常大喔 但速度有稍微快一點 其實它的這種頭髮是 要讓你會空放的球路 連續的兩顆變化球奏效 三陣掉了失隊的搶打 接下來要輪到高國慶戰槍打擊區 前面二至一的表現啊 有啦 立刻就先來了一顆變化球 對 這個滑球本來是要放在好球袋的 頭太低了 面對右打者跟阻打者都會用喔 但是 使用的 進雷的角度就不太一樣 對 然後進雷的角度 可能它還會考慮到 它的 現在的球速是怎麼樣 那雷上有沒有人 可能也會考慮在裡面 今年在 吃橘速的能力來講的話 紐薇拉近期是發揮了 非常的理想 嗯哼 那一樣的球路喔 就放進比較 這個 甜一點的位置 這個打擊 還沒有讓高國慶看到任何的直球喔 對 自從7月23號面對 LAMIGO的比賽開始 紐薇拉 每場比賽至少都能夠完成 6或3分之2局喔 嗯哼 這對 目前的中華職棒來講的話 真的是 囚之不得的先發人才喔 就是 牛棚的負擔會減少很多 像這個位置喔 其實這個球它有一點投高了 所以它應該會想要再投低一點的位置 就是出手的時候 球不要讓它 再高的位置 再低一點的位置 掉到壞球 兩好一壞 我決定要拚一個直球喔 前面都讓高國慶看到 變化球種喔 對 所以一下數球過來 打擊者我也來不及反應啊 今天在前面5局的投球來看的話 紐薇拉其實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半局 需要用到20球的球速 所以也有利於它把投球的局數給延長 那我被它掉到了喔 這種球 直球過後 又回到變化球來對付高國慶 所以它的滑球是夠犀利的喔 尤其這種角度過來 會掉到比較 這個難打的位置 如果你要粗棒去打這個球 可能會撈不到喔 然後它放的位置就低 它沒有浮上來的那種感覺 就平平然後直接墜下來喔 就有一點 縱向的這種 這個滑球 所以你要看它出手的時候 其實手腕是沒有怎麼轉動 但是你看它的手指頭 是有用力去拉這個球的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統一世代的先發投手瑞安 在6局下半連標3K喔 這也讓它單場的三陣數 是累積到了10次喔 締造了個人單場的新高 而在紐薇拉這邊呢 今天其實也已經是 投出了有8次的三陣了 七旅上半繼續留在場上投球喔 目前雙方仍然是1分的差距 而紐薇拉單場最多的三陣呢 則是10K喔 是在去年所締造 去年這兩位羊頭 其實也都在台灣是留下了 很難能可貴的紀錄 紐薇拉的部分是在 9月28號面對LAMIGO的比賽 演出了無安打的比賽 只因為一次保送喔 讓對方上壘 那瑞安的話就更不簡單喔 中華之棒第一場的完全比賽 出現在10月7號 我當時的對手是中信兄弟 苦主 只讓對方上來了27個人次喔 對 連上壘的機會都沒有 職業投手是追求的一個成就 對這個最高的這個 這個實現自我的目標 完全封鎖對方的進攻喔 對 兩號壹壞 外角的變化 請到郭俊瑋碰成了界外 當然 若然這樣的表現 也是為什麼今年 在開季的時候碰到受傷的時候 球團願意等他 對 讓他商譽 再回到一軍效力 所以實在是要再去找 有戰力的這種 洋將投手 也不是這麼容易 可以啊 內角的變化球 郭俊瑋選掉了 今天郭俊瑋兩次上場打擊也都上了 一次保送一隻安打 目前已經是連續解決了七位打者的紐維拉 也希望能夠今天第一次解決掉郭俊瑋 哇 這個外角直球沒有出棒 郭俊瑋是選的 夠精彩了 對 可是只有頭精彩了 你選 我都覺得很厲害 有稍微偏外側一些些啦 確實是沒錯 兩好三壞 這個變化球 擺在內角高的位置 郭俊瑋被釣到了 拿到一個比較高的這種滑球 前面一個忍住 這個忍不住 對 光是這個滑球高低進來角度的變化 其實就讓師隊的打者會很頭痛 今天的第9K 賞給了郭俊瑋 也是今天郭俊瑋手度無法上壘 再來 這位登場的打者也讓紐維拉很頭痛 今天林祖瑋也是2-2的演出啊 嗯 今天好像打得蠻順手的喔 8-9這兩棒啊 前面四次上來 全部都攻佔上壘啊 沒好球一個壞球 嗯 那個 最好是不要揮出去會比較好 很容易打在球的上緣喔 行程滾地球 對 而且你也很容易把它拉過來喔 拉打 一好一壞 稍微往 白板的外側移喔 對 吸引到林祖瑋的出棒 嗯 而且又比較低一點喔 來到中半段真的 不管是瑞安還是紐維拉 嗯 都證明了 近況真的相當不錯 對 還是用個變化球 嗯 這回打成左邊的界外 林祖瑋這個球也還是有一點 快喔 太早嘛 一分領先的情況喔 所以可以預期在 等一下第八局 如果說 紐維拉這個半局 順利的完成的話 那鄭凱文應該會接替 第八局的投球任務 對 應該是這樣子 那他這一局投完 這個 紐維拉的球數也差不多接近 這個變化球 球棒沒有忍住喔 竹神直接裁定 打者出棒 哇 今天的第十次三陣喔 嗯 其實可以再看看他重播的動作 他手指是怎麼用的 他都抓得蠻清楚的 鏡頭 他有一點 往下壓 手腕是有點用到 所以這個應該是他的滑球 這樣他打擊又高到 出狂的力量 可以擺在高的地方 去吸引打者 那擺在低的角度 其實對打者 也產生了一些影響 對 但是他用力的那個位置啊 就是在加速度的那個位置 其實跟 速球跟滑球是接近的 所以有時候 讓打擊者沒有辦法 去判斷這兩個球路 是有什麼樣的 這個角度跟不同啊 先用直球拿到第一個好球速喔 再來用變化球 讓陳同寧揮空 對 然後再搭配他的變速球喔 陳同寧今天兩次打擊 還沒有表現喔 嗯哼 四局的上半出現了一支雙殺打 而統一勢隊在那一支雙殺過後 目前為止 還沒有碰到過一壘的壘包 嗯哼 這個壓的比較 這個外側 投到第七局 反而讓 又不是球速很接近 這個 臨界點的 我想教練應該不會想要換他嘛 狀況現在感覺上是比 開賽是更穩定 對 兩好一壞 這根變化球進來 陳同寧沒有灰 急著被主持給拉掉了 11次的三陣 紐約拉也締造了 個人中華直棒 單場標K的新高 所以今天紐約拉跟瑞安 真的是互不相讓 不過 七雷當晚打完 中英兄弟然是4比3 一分領先統一